这个语法呢是叙述词 第十一到第一千 然后是不是上节课给大家讲的是第一到第十 而且刚才也说第一到第十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对吧 那咱们复习一下 第一是primero 你还记得吗 第二是seundo 第三是tercero 第四是guardo 第五是quindo 第六是sexto 第七是septimo 第八是octavo 第九是noveno 第十是décimo 对吧 好 然后像这个叙述词呢 第十一到第一千 你作为了解就行 用的很少 而且呢 那像后边这些叙述词呢 它很长 西班牙人也未必记得住 未必记得住 那它就会用基数词来替代叙述语词 所以说你作为了解有个印象就好 那像第十一啊 到第十九 咱们先逐个来看 那它呢就会用一个潜坠 这个潜坠就是啥 décimo 那像这个décimo 刚才说的是啥 有中音符号的 对不对 这是不第十 那第十一到第十九 它就会用一个潜坠是décimo 那后边加了一个横盖 那后边加啥呢 那不是十一吗 就是十一啊 第一的叙述词是primero 所以说第十一就应该是décimo primero 那第十二你也就会了 décimo segundo 第十三你也会了 décimo tercero 第十四呢 décimo cuarto 第十五 第十五 décimo quinto 第十六 décimo sexto 然后第十七 décimo septimo 第十八 décimo octavo 第十九 décimo noveno 第二十一会儿再说啊 好 那所以说你先记住一个潜坠 décimo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啥 第十一和第十二呢 除了有décimo primero 和décimo segundo 这样这个用法 它还可以有什么用法 它还可以有一种说法是undécimo 这是第十一 也可以说duodécimo 这都是可以的 然而从第十三开始 你就只能说什么呀 décimo tercero blablabla 好 这这个第十一到第十九 然而再接着到第二十 你先记一个是啥 décimo 那其实二十一到二十九 你也就会了 二十一那就啥 décimo primero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潜坠 就是décimo décimo primero 然后再接着第二十二呢 bichesimo segundo 然后第二十三呢 bichesimo tercero 等等等等 所以先记住二十是bichesimo 然后剩下bichesimo 或者再加primero segundo tercero blablabla bichesimo 然后再接着剩下的 那我接着就给大家讲整数就行 那你就会在整数的这个基础之上 后边再加primero tercero primero segundo tercero 当然如果有重音符号的 你所加的前面那个前缀 就都不要了 然后看第三十是trichesimo 所以三十一就是啥 trichesimo primero 对吧 trichesimo primero 然后再接着第四十是quadragesimo dujesimo 对吧 quadragesimo 然后再接着第五十是quadragesimo quadragesimo 然后再接着第六十是sexagesimo 好 然后再接着第七十是septoresimo 然后再接着第八十到第一百 octoresimo 然后再接着第九十是nonesimo 然后第一百是sin 呃 重说 第一百是sindesimo 然后像刚才我过得比较快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你实在是没有必要去记它 然后你首先呢 把第一到第十记清楚 然后再接着记一个undesimo 或者decimo primero duodesimo 或者记一个decimo segundo 就是第十一第十二 然后剩下那些你作为了解 然后呢 再接着第三十第四十第五十 我个人认为真的没有必要记 但是你可以记一个什么呀 fendesimo 然后第一百 第一百还是会用的啊 那像第一百 有时候它可以用来表示一个什么呀 夸张 对吧 比如说第一次你会说 por primera vez 那第一百次 是不是你表示一个夸张 我这是第一百次来这儿了 那你会说什么 por centesima vez 对吧 所以说这些还是要用到的 然后再接着这节课会学到一千啊 然后你再了解一下 二百到六百 二百到一千就行 那也是了解哦 这二百是 第二百是ducentesimo ducentesimo 然后再接着第三百是 trecentesimo 然后再接着第四百是quadrinhendesimo quadrinhendesimo 然后再接着第五百是quadrinhendesimo 然后再接着第六百是sefendesimo 然后再接着第七百 第七百是sefendesimo 然后第八百是quadrinhendesimo 第九百是noninhendesimo 太长了对不对 然后这些你也都作为了解 刚才刚才说了你要记一个什么第一百 对吧 thendesimo 然后再接着你可以再记一个第一千 millesimo 那millesimo millesimo 这也很像 对不对 那他也会表达一个夸张 比如说第一百次刚才说 borthendesima vez 那再接着 那你第一千次就啥 borthendesima vez 来表示一种夸张而已啊 而且像后边呢 他这个用法 是不是也就跟你之前 所学的 这个第一到第十用法一样 对不对 跟修士名词保持性数一致 他可以做形容词 然后呢 放名词前 对吧 正常情况下要加官词 然后再还有 他还可以干嘛呀 做代词 跟你所提款的名词 保持性数一致 对吧 好 这个叙述词给大家过一下就好 没有必要给自己增加那么多烦恼 你就记一个第一到第十 第十一第十二 然后第100第一千 这就行了